大家平安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這個叫大家假日待在家裡面 不要出去趴趴走 結果今天出來的數字 我看大家也是怎麼樣 非常的訝異 因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這個假日是待在家裡面 但是這個出來的數字 300多例 再加上這個什麼校正回歸 我們自己發明的這個名詞 就大概就是500多例 那事實擺在眼前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 你要說在大爆發應該也不容易 因為大家現在都已經也有警覺性 那這一些數字應該就是本來 潛藏在社區裡面 尤其是那種 他是沒有症狀的對不對 那之前也沒有強制戴口罩 到處去吃飯啊 參加聚會啊 那他也沒有感冒 也沒有發燒 也沒有咳嗽 跟他在一起交往的人 自然就沒有警覺性嘛 那現在口罩強制戴 不然要罰錢的話 就會開始阻絕掉了 那麼我說過了 只要這個疫情沒有再往上大爆發的話 那麼股市它就會怎麼樣 回歸基本面 我們現在看到國外啊 有很多國家已經解封了 現在變成是怎麼樣 我們雖然沒有到第四級封城啊 但是呢 我們也形同封城嘛 是不是 你現在到外面去 那個店都沒有開 對不對 有開的只能外帶 外帶你也不能在外面吃啊 拿回家 所以路上的這個 遊客啊 行人自然就會變得很少 就好像封城一樣 那當然這是好事啦 對不對 那我說過 你 這一次的系統風險發生 股票不是這樣子摘下來嗎 那摘下來你賣在最低點的 那沒有話講 你就是應該要離開股市啦 對吧 已經跟你講了 你要靜待它怎麼樣 反彈 是不是 你忍不住 你第一時間沒有看 你殺在最低點 那沒有話講 老船長 那是融資買的 融資買的 那就也沒話講 對不對 現股買的 你還殺在最低點 那就沒辦法了 是吧 那我說過 這個會反彈嘛 那你看喔 最近有些股票 都開始往上彈了一段 你不要分什麼 電子啊 傳產 我講給大家聽 大家就明白 你看這個 這個是什麼 長榮對不對 你看它也一樣啊 這一波疫情長榮有沒有殺 有啊 有沒有彈 有啊很強啊 今天留很長的上影線 那不管嘛 這一天也留很長的上影線嘛 對不對 第二天再創新高嘛 對這個波段的 再創這個波段的新高嘛 那今天又再創新高 雖然留長上影線 我認為它還沒有結束 因為量還在 那請問一下 長榮是不是反彈 是耶老船長 那這個咧 陽明是不是反彈 是耶 那電子股有沒有反彈的 有啊 你去看喔 我給你看 被動元件從這邊殺到最低 有沒有反彈 也有啊 雖然彈得很弱 但是有嘛 第一任 有沒有反彈 有但是怎麼樣 欸 比較弱一點 今天稍微好一點 PCB 彈得比較多 有沒有看到 很明顯對不對 那你這樣殺下來 都賣在這裡 沒話講了喔 你就準備離開股市了 那這樣彈上來的話 是不是也有彈 你不要因為它是電子股 你就說沒有彈 好 那老船長 電子股有沒有那個 沒有彈的 有啊 你看喔 好 發現了沒有 它叫什麼 它叫友達 好 面板股 這個沒有彈耶 注意看到沒有 橫向 人家都這樣喔 或多或少都這樣子 對不對 它橫向 好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低波殺到最低的地方 就是給股市輸家賣的 然後呢 網上我說過會反彈 對不對 那有的先彈 有的後彈 有的怎麼樣 彈的比較多 有的彈的比較少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會反彈 欸 老船長面板沒有彈 所以我跟你說面板一定會彈 你手中今天一定要怎麼樣 進場去買面板股 你懂我的意思嗎 老船長 我們又不是你的會員 我們怎麼知道今天要買面板股 你注意看喔 我在這個剛剛過的週末假日 我想說你們大家都沒有出去外面玩嘛 對不對 那我就請你們打電話進來 我說這個叫做 有被動元件的朋友 實名字請你打電話姓名留下來 不要留假的 我們可以通知到你的 對吧 電話報現 有很多人都有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談的不多 但是至少怎麼樣 它有談 對不對 那股票是這樣子 它談了一段以後 它就開始整理休息 那你就怎麼樣 要把一部分的資金轉到那個 欸 還沒有談的 然後一定會談的 你去搶一個反彈 明白老船長的意思嗎 那我知道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手上有被動元件 那麼你們在這個剛過的假日 有打電話進來的朋友 我們今天盤中就有通知你們 對不對 將資金 手上的資金或者是什麼樣 你願意呢 先出一些被動元件的股票也可以 先把資金轉進 舉例 比如說面板股 因為面板也一定會反彈 而且我認為會是強彈 因為之前電子股最強的就是面板 所以它不可能不彈 大家懂意思吧 那老船長為什麼別的電子股 都多少都有彈 面板股為什麼都沒有彈 很簡單 我有跟大家在上個禮拜就報告過 我說因為面板股之前是最強的電子股 所以它殺下來套的人太多了 它必須要在這邊怎麼樣 多洗一下盤 多整理一下 我有沒有跟大家報告 有沒有 如果我在這邊跟你們說 我之前就有跟大家報告了 你看我節目之前都沒有的話 那你以後不要看我節目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得很實在 對不對 我說這個 當然會得罪人 因為大家都買面板 電子股對不對 套最深的就是面板 那我跟你們講說 面板這樣子殺下來 它稍微要整理洗一下 因為怎麼樣 面板的量是最大的 你看電子股都沒有量 今天盤中掉到二十幾% 你漲這麼大 在台北股市有看過電子股 只剩二十幾%的嗎 哇 大家的量都跑去哪裡 跑去航運 那航運真的有那麼大的量嗎 沒有啦 都進去當衝的很多 對不對 大家現在都喜歡玩衝衝熱 不知道明天到底怎麼樣 都是那種亡命圖的心態 亡命圖就是不管有沒有明天 就當作沒有明天 今朝有酒今朝醉 那這種最後一定會怎麼樣 走向歸零高之路 我沒有聽過沖沖樂會營的啦 長時間一定是輸到光 你光被咚那個手續費 你就死了嘛 這樣大家了解意思嗎 老船長是這樣子的 對 好 那 所以這個面板 它經過了 人家在電子股在談的時候 它沒有談 你有沒有發現 它就這樣子有沒有 上上下下 那人家怎麼樣 我跟你講 滑邦電至少還怎麼樣 從這邊有一點上來的感覺 對不對 有沒有比較稍微 談得多一點的 有啊 這個大家不需要抬槓 這看得很清楚 對不對 就談得多或少嘛 那你面板是最強的 你居然沒有談 所以很多人就把面板股怎麼樣 賣掉了 想說面板股完蛋了 那我早就已經怎麼樣 在上個禮拜五我就計畫好了 所以我在上個禮拜五的節目中 我把這張拿出來 我要照顧的觀眾就是怎麼樣 手上有被動元件的觀眾 因為我照顧不了那麼多 那你長時間 這段時間看好 這個看老船長節目 老船長跟你們報告 我說被動元件的基本面非常好 對不對 那你買它的話 時間拉長了 你其實還是會解套賺錢的 那我就想說這些觀眾朋友 你們去搶個反彈也好 對不對 雖然不是我的會員 那我們今天就打電話 通知所有在這個週末假日 有實名字登記的投資朋友 讓你們怎麼樣 手上都要有面板股 那麼接下來面板一定會強彈 強彈什麼意思 我再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叫強彈 最強的就是貨櫃嘛 對不對 它彈的力道也就最強 是不是 它殺的沒有那麼深 彈得很強 一樣的道理 那電子比較弱 它這個殺很深 但是它有怎麼樣 經過洗盤 因為那量很大 你看它今天 31萬張 比上個禮拜五要量縮 但是至少31萬張 你看其他的電子股 都沒有量 沒有量 沒有量請問大家怎麼做 沒辦法做 所以不得已 一定要怎麼樣 你要玩電子的朋友 你一定要怎麼樣 到面板 面板是有量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他電子或多或少都有彈 就是面板沒有彈 那什麼時候進去面板最好 今天嘛 那你有接到我們的電話 表示我們是有誠信的 因為我在上個禮拜五 我節目上就講 我說什麼時候要做價差 什麼時候要回升 我們會通知各位 有沒有 對啊 那我們說到做到 那你沒有打電話進來的朋友 我們要怎麼通知你 不可能嘛 對不對 那你今天不需要打電話來的 因為 上個禮拜有打電話進來的朋友 我們今天都通知他買面板股 那明天應該怎麼樣 台北股市就是要漲面板 他今天只是熱身 注意看 他應該會有一波強彈 老船長那我明天 那面板再彈的話再去搶 那明天你不是說沒有機會 就是風險要再加了一點 股票是這樣 越往上走風險當然就越大 對不對 他會彈到哪裡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認為面板彈的力道會大過 什麼 IC設計啊 被動元件啊 其他這些blah blah的 你看這個股票 連發哥看到沒有 也有彈 但是力道就怎麼樣 很弱 是不是 你看這個最低點到這邊都有彈嘛 都是一個怎麼樣 V字形的形態 不像友達是這樣橫的 有沒有 這樣我希望大家了解 因為你電子股整體的成交量 降到三成以下 本來升多就周少 對不對 那你周這麼少 你怎麼餵飽這麼多和尚 沒有錯吧 所以大家要了解 那麼貨櫃還會再繼續漲嗎 下半段節目我跟大家提示一些事情 導播 -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 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智負關鍵- 顧得頭顧老船長- 是您股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得頭顧老船長- 是您股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得頭顧老船長- 顧得頭顧老船長- 是您股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得頭顧老船長- 真頭 雇得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雇得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兼容市场轨拘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雇得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6月份 6月10号以前要公布 5月的营收 其实长龙 长龙4月的营收 已经没有那么漂亮了 看到没有 它3月怎么样 冲到最高峰 4月没有办法再维持 那万一 万一 我说万一 我不知道了 万一5月的营收出来 再降一点怎么办 这个是你要去注意的 当然了 它第一季赚7块多 是很漂亮 对不对 它今年我相信 脚拉拉也会赚超过一个股本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今天的股价 不到100块 也是便宜 说真的 但是这种股票 它震荡的风险 会很大 因为 所有的人都在里面 对不对 当冲的 或是怎么样 短线客 反正这每天就在里面玩 看到没有 你敢买的人 逢低敢买的人 你是有机会嘎掉的 对不对 那你去追就完了 我跟你讲不要追 这种股票你不要追 你逢低你要敢买 但是涨拉高了 你不要追 你看常常买黑的 都是有机会赚钱 那我比较不建议 一般的投资人 去玩这样的股票 因为毕竟它不正常 哪有说 你看今天 70万张 这干什么这不是投资 这是投机 大家懂意思吗 那另外 最近生技股也是很夯 我再讲一次 这家公司疫苗 还没有做出来 这样大家听得懂吗 其他的我就不方便讲 老船长7月 再说嘛 谁敢挂保证 没人敢挂保证 那你为什么要把你的资金 去买这样的股票 像最近那个基亚 有没有又很红啊 当初基亚害死多少人 对 我想投资人是永远学不到教训的 我跟你讲真的 你如果想要来到股票市场 你想说安安稳稳的 我是来投资的 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 那你就不要去操作这样的股票 对不对 你还不如老老实实的 就像现在很多人都套在这档股票 他的名字叫后国神山嘛 你看台积电套多少人 有没有 这个不知道套多少万张 他也有反弹啊 各位看一下 这是不是一个V字型 有没有 他也是有弹 但短时间这些人没办法解套 可是我告诉你时间拉长了 这些人应该都可以解套赚钱 但是国内已经没有分析师这样告诉你 因为讲台积电你是 你看好台积电是收不到会员的 今天你讲基亚收得到会员 这个道理很简单 老船长会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但我不愿意这么做啦 因为当初害人家 去买基亚 倾家荡产的分析师 现在还在讲基亚 你听得懂吗 那个都有冤亲债主的 我跟你讲 我就是不愿意去买基亚这种股票 不可能 大家明白意思吧 那你就要去想 基亚那个没有什么成交量的 像偶达我举例面板股好了 像这种股票 他成交量在几十万张 对不对 你够大咖你要买个一两万张 你敢买 对不对 这个道收盘 你不要看这个涨幅 这个赚多少钱啊 你基亚有可能买一万张吗 我在讲话 忠实大户听得懂 他们听得进去 忠实大户不会去玩基亚的啦 人家那种真的有钱的人 身价很高的 对不对 住在豪宅的 不会去玩那种股票了 大家明白意思吗 现在的年代 已经跟以前那种什么作手的年代不一样 现在是怎么样 外资就是最大的作手跟主力啊 然后国内的这一些主力 有钱的真正的金主都是怎么样 跟着大股票在动的 因为人家进出都是五千张 一万张叫做起跳 你那些小股票他怎么买 大家明白意思吗 那只是说 现在电子股真的没有什么量 很可怜啊 所有的量 唯一在电子股有量的就是怎么样 面板股 那偏偏面面板股 最近你们又被修理得很惨 对不对 它横向 它连弹都不弹 你们都把它卖掉了嘛 就其实今天是怎么样 绝佳的进场点 所以我测标写得很清楚 你不用是我的会员啦 你只要上个礼拜有打电话进来就可以了 我还特别要照顾 有在看我节目 手上有被动元件的观众朋友 我就弄了一个怎么样 实名字 反正现在大家到哪里都很习惯嘛 姓名电话 对不对 有的是用QR Code照 有的还是用写的嘛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来个实名字嘛 电话报线 一堆啊 我们盘中就怎么样 通知啊 收盘以后 这些人手上都会有怎么样 面板股 当然啦 我们通知他不一定会买 老船长你看面板不会弹 对不对 今天有没有人敢讲说 面板会强弹的 你告诉我 来 莉兰 有没有人敢讲 我告诉你啦 全国只有我一个 我告诉你 未来面板会强弹 因为它曾经是电子股最强的 它现在还有量 表示有人在吃货嘛 大家明白意思吧 而且它的基本面 你说 那第一季赚一块多的股票啊 第一季赚一块多 今年脚拉拉都赚四块钱以上 现在股价22块多 你开什么玩笑 你要把风险利润都考虑进去 我觉得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对不对 那你去玩那个生计股 公司根本就没有赚钱的 以前记录那么烂 坑杀了多少的投资人的 但投资人学不到教训的 我不骗你啦 股票市场 你记得老船长讲一句话 如果投资人学得到教训的话 那这个市场就没得玩了 大家都赚不到钱了嘛 你也学到教训 他也学到 那大家都学到教训的话 那要坑杀谁啊 那谁要当韭菜被人家收割啊 你放心不可能学到 因为贪婪跟恐惧会永远伴随着散户 对不对 股票没有涨的话 大家都怎么样 烂货不涨怎么样 是不是 涨的就跑去追嘛 现在都是这样子嘛 那电子股没有量 大家都不喜欢玩啊 这个很有量赶快啊 阳明啊很有量啊 对不对 通通都跑进去 当冲的当冲啊 做短的做短了 结果怎么样 这边又套了一堆 今天63万张 那怎么办 对不对 那你说他反弹 他反弹也有个限度嘛 万一明天谈到这边结束下去怎么办 你觉得要去追这种反弹的比较 人家已经反弹给你看了嘛 他可不可以弹 当然可以弹 最强的就是怎么样 货柜轮嘛 弹给你看了嘛 你今天说我要进去强反弹 你有沒有搞错 已经弹了一段了 那像这个还没有弹嘛 但是我跟你保证啊 你把全国的投顾节目今天看完 都在表演生计股啦 什么纺织股啊 搞那一些喔 真的是 等到呢 资金回到电子 对不对 大家又怎么样 开始讲电子 那电子已经弹了一段 有什么用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 现在就是之前最强的 因为套的人太多了 所以他才要横向洗盘 我上个礼拜已经预告 面板股要横向洗盘一段时间 那么今天是绝佳的进场 强反弹的第一天啦 你就是要今天进去 然后接下来他怎么样 强弹你才能够大赚 对不对 不需要参加老船长的会员 只要你上个礼拜五 有打电话进来 我们今天都有通知你 那至于你买不买是你的事啦 我老船长就是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不会跟你讲说 哇今天纺织股涨就讲纺织 然后生计股涨就讲生计 然后呢 会员根本都没有买那有什么用 你不知道台湾有很多投顾老师 在节目上表演每天涨的股票 跟他的会员没有关系 就说他们是说一套又做一套 这种你喜欢看就去嘛 对不对 我已经提醒你了 四月份长龙的营收已经有 较上个月衰退 如果五月再持续衰退的话 那这股价要陷入整理 大家了解意思吗 那你不如买那个怎么办 你看一个是高高的 我再给你看一眼 你就懂 这个是高高在上 在这里 友达呢 看一眼 在这里 友达前一波的涨幅 也不会输给长龙啊 也不会 对吧 他今年获利非常好 有这种机会 今天友达 全国只有老船长讲面板股 今天要进场 准备抢怎么样 抢谈 我是事先讲 全国只有我一个 你把节目看到烂 没有了 我跟你保证 然后明天如果友达开始强谈的 面板股开始强谈的 他们通通在讲面板 然后通通都有 所以为什么台湾的投顾分析师 被人家看不起 就是这样子 我老船长就是喜欢怎么样 先讲 而且我做的跟说的一样 至于你喜不喜欢 随便你 我也不在乎啦 我就坚持开大门走正路 那那种假的天天大涨 涨停连那种大崩盘的时候 他都还天天大赚 那睁眼说瞎话嘛 对不对 你是他的会员 你应该很惨 那只要你不是我的会员 那么你现在手上一定没有面板股 我给你挂保证 上个礼拜我老船长 我还是你的会员 然后这个礼拜我就不是 那你就没有面板股 我直接讲 有没有参加会员 就是有差 明天我们大家可以 盯着眼睛来看 看看面板会不会强弹 我也有看错的时候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 就算 请你听好 就算他明天再给你整理一下 这个一定要弹的啦 除非台北股市没有行情 我可以告诉你 否则 之前最强的就是面板 他一定会做强弹的动作 我希望你们手上都有面板股 明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验证 没有关系 我不是以招收会员为主 那你只要不是我的会员 今天你绝对不会去买面板股 好不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